今年的电视剧可以说是被大叔承包的 从张嘉义的美好生活 到余和伟的下一站别离 最近列读人也是刚守官 可以说这些戏骨凭借精湛的演技 有时候可以演示调局本本身的瑕疵 最近张嘉义正在拍摄新剧 而新剧的搭档也是她的老朋友了 严妮张嘉义和严妮之前合作过一扑二主 可以说当年一扑二主 也是阿牧非常喜欢的一部都市剧的 整部剧的风格轻松晦胁 该剧也是获得了第17届华顶奖 全国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作品奖 近几年也是有很多呼声 希望这两位演技派再度组成CP 而此次两人再度合作少年派 也是满足了观众的愿望 以高中生活为背景 讲述了四个家庭的家长跟孩子一起成长的故事 反映出当今社会不同家庭面临子女教育 升学压力时的不同反应和困境 剧中张嘉义跟严妮饰演一对夫妻 而饰演她们的女儿 那便是新近的国民规律赵金脉 早在《我的体育老师》中 赵金脉的表演便获得了大众的一句称赞 跟一扑二组中张嘉义的闺女关小童相比 赵金脉明显更具有灵气 表演也是非常的自然 剧中赵金脉也是变成了一头短发 看这气质应该又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 我们下期再见